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太太属牛 从前有一个县官过生日 他的下属听说他是属属的 就凑钱用黄金铸成一只金属 准备送给他做寿礼 这个县官非常高兴 便对下属说 你们知道我太太的生日也是这几天吗 他是属牛的 县官贪得无厌 得到金属还想得到金牛 下属本想巴结 却是自找苦吃 这则预言对这些人 给予了深刻的讽刺